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前面介绍的卫星的卫能 力学能以及动能这个关系式用在这一题上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叙述 它说如图所示设地球半径为R 地表重力加速度为G 欲将原来静止在地表上 且质量为小m的人造卫星 发射进入距离地表高度R处的轨道 让地球运行 那第一小题是 那人造卫星在这个轨道上运行时的动能是多少 什么轨道呢 在磁轨道 这个磁轨道就是距离地表高度R 那其实从地心来算其实是2R 所以在磁轨道的意思就是R要等于2R 那它要求的是动能 动能就是K嘛 那K其实从这个关系式你就知道 其实第一小题不难 K它就会是负的2分之U 那U应该知道吧 U应该就是负的R分之GNN 只是今天R是多少 2R 好所以呢 U其实就是 负的2R分之GNN 那所以我们的动能在乘上负2分之1 所以就会是负的2分之1去乘上 负的2R分之GNN 结果就是4R分之GNNN 但跟答案不一样 那是因为它把重力加速度换掉了 在前面的立体我们也提到 合力造成加速度 那今天有一个加速度是重力的加速度 它是一个 在地球表面是固定的 都是9.8 那造成的这个力叫重力 可是我们后来又有发现 其实重力就是 由万有引力造成 它其实是跟两个质量的 乘机乘正比 所以它是 大G大N小N 去除以R平方 那结果会等于NG 好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把一个R乘到左边来 乘到右边来 就会变成 R分之GNN会等于NGR 所以这个R分之GNN 可以用NGR替换掉 所以最后结果是4分之1的NGR 这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那再来呢 第二小题是 要供应多少的能量给人造卫星 要供应多少的能量 其实就是力学能守恒 对不起 其实就是给它力学能 它要从一个比较低的轨道 上去到比较高的轨道 不是只抬高而已 它还必须要有一些动能留下来 才可以 它一开始是不动的 是静止的 但它到了最上面的时候 它要动 所以这时候其实是 卫能和动能都有 那可是在地球表面的时候 静止状态的时候呢 是没有动能的 所以说只有卫能 所以呢 意思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力学能 再去加上一些能量 最后就要到达 最后就要到达2R处的高度 那在那边运行 那在那边运行 算出来就可以算出来 就可以算出它们之间的差值了 也就是需补充的能量 那一开始的力学能呢 因为它一开始是静止 所以它只有 只有卫能而已 有动能的话就是0 因为一开始是静止 那我们慢慢来算好了 这个一开始的力学能是 是卫能加动能 但是动能呢 这时候是0 所以结果是 -的 r分之gm 那也可以写成 -的ngr 那后来的 在2R处的力学能 是也要卫能加动能 这时候动能就不是0 这时候它是有在动的 有在动的 那我们就可以 直接带上面这个公式 直接带这上面这个公式 我们的 u 就会是-的 2R分之gm 那 在第一小题 其实有算出来 动能就是 -的 动能就是 没有负 动能就是 4R分之gm 那这两个加起来以后 会变成是 -的 4R分之gm 那又可以写为 -的 4分之1 mgm 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差异呢 是 W 所以 W就会等于是 -的 1 4分之1 mgm 去减去 - mgmgm 所以结果就是 4分之3 mgmgm 答案到这边就出来了 答案到这边就出来了 不过要强调一点就是 啊 我们在2R处 可以带这个公式 在2R处 我们u等于21 等于-2k 是没有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在2R处 在2R处 能不能还继续用这个式子呢 你看哦 在2R处 他说 他是 对不起 是在R处 在R处的话 能不能再用这个式子呢 他说 一开始在R处是禁止啊 那就是动能是0 那动能是0的话 难道未能也是0呢 力学能也是0吗 所以他不能用这个式子 在R处就不能用这个式子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用 那事实上就是 因为这个式子呢 他的限制条件就是 万有引力作为向心力的 圆周运动 才可以用 我们前面介绍他的时候 就是利用万有引力作为向心力 去把它推导出来的啊 所以 我们没有办法 用在别的地方 你只能用 在万有引力作为向心力的情况 因为他的前提就是万有引力作为向心力 而我们的物体在R处 他是禁止的状态 他其实并没有做圆周运动 所以他并没有用万有引力作为向心力 所以在R处 你就不能用这个公式了 这是特别要注意的 一定要是他受到万有引力 而且在绕圆 这样才可以使用这个公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